主播会客室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来宾室 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副分局长 陈世雄来到我们的现场来欢迎副座 副座您好 主持人好 好几个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第一分局副分局长陈世雄 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副座来到我们的现场 副座等一下会针对三个主题 分别是我们的帮派扫黑 还有反诈骗的宣导 以及行人的安全 来跟大家做一些政令方面的宣导 以及提醒 那首先呢我们要来聊的是 有关于在帮派扫黑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在过年之后 就是很多的这个公司行号也好 就是很多的单位会喝春酒 那喝春酒的形式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阵子大家其实也蛮瞩目的 就是有关于帮派 会借由这个半春酒的方式来进行串联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警察局这边怎么样来因应 其实我们从我们3月9号开始 然后到我们4月8号整整一个月 然后我们有本分局要对于就是 家内的帮派分子所经营的 还有他们所为事 还有可能会吸毒的一些电玩店 酒店还有卡拉OK或的夜店的行业 那我们都有规划 分局都有规划 扫荡的威力扫荡的勤务 来灭那个黑道的那个气焰 然后也展现我们强势的执法的决心 但另外我们也有联合我们市政府的相关单位 然后应用第三方警政的策略 然后来依据权责的法令来采除 然后就是维护我们新竹市的治安 跟公共安全 另外就是这个月 我们新竹市的警察局 也破获了 侦破了有各类的刑案 总计有253件 那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扫荡 就是这些黑帮的所赖以生存的一些行业 是所以听起来我们成效是蛮不错的 然后也尽了很大的努力 在围堵我们黑帮串联的这个部分 那其他的这个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相关的防范的措施 有就是另外我们 就是针对我们辖内的一些大型的餐厅 还有一些婚宴的会馆 那我们都有建立了一些联系的管道 那如果他们黑帮如果要去办生日宴的话 或者一些春酒的部分的话 那都会事先跟我们会委婉的拒解他们 然后或者说主动联系我们 那如果我们得到这些集会的情职的话 我们都会派员先去疏处 然后告诫 然后跟他讲一下说不要再办这样 那另外我们也会对于公开的活动 编排适当的警力 然后到场 那只要是公开活动的话 我们都会在会场的里面跟外面都会部署警力 然后来实施收证 然后跟盘查 然后来就是防止他们不良帮派 然后来利用这些大型的一些餐会 然后串联造势 或者说从事一些不法的一些活动 感觉是从活动还没开始办之前就已经掌握了 然后希望能够杜绝我们这样子的帮派的势力 慢慢的滋长 好 这个是在我们有关于帮派扫黑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的是有关于反诈骗的部分 那反诈骗的部分面向很广 尤其是我们最近这个新闻也非常的热闹 就是有关于这个柬埔菜的这个事件 那针对这样的事件 除了这样的事件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就是相关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 好 目前就是我们脸书上还有LINE的社群软体上 都常会看到一些真彩的一些广告 那有一些需要工作的或一些社会新鲜人 他会想要去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那但是诈骗集团也是利用这个弱点 然后要让民众受骗上当 然后他会开出一些就是像无工作经验可 然后高福利啊 高报酬的 还有海外高薪干部啊 包吃包住的这些低门槛的一些条件来 诱使我们那个民众来上当 然后让他们上当以后 然后来加入他们的一些 帮派或者是行列 对 那一个陷阱后 然后就会被诱骗到杜拜啦 然后马来西亚 还有那个柬埔寨这边的国家 然后成为他们人舍集团的一些租宅 然后等他骗完以后 然后这是他或者说 他们会在台湾本地来实施拘禁 然后利用他的账户来从事一些不法的一些 一些行为 对 然后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民众啊 就是越是强调轻松 还有高获利的工作 我们真的是要越需要特别留意 避免受骗上当这样 不要有侥幸的心态 绝对不可能有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或是不用钱的午餐 好 那针对于您刚刚有特别提到 不管是脸书也好 或者是LINE的群组上面也好 各式的群组上面也好 针对于这样子的这个诈骗的讯息 我们的警方有没有比较积极的一些处置的措施 有 那就是我们刑事局 为了降低我们民众会在脸书上受骗的一些几率 还有就是遏止诈骗的讯息 然后在网路上流传 那去年12月的话 也有发布一个 我们就是说贴文收报的行动的计划 那这部分就是透过远景可以在我们网路上 在脸书可以去巡逻 进行网路巡逻 然后看有没有一些诈骗的一些讯息 然后我们再跟脸书的公司来合作 然后把这个诈骗的讯息给下架 那这个降低我们民众一些触及率 然后也可以少一些诈骗的一些讯息这样 那目前我们统计的话 现在已经我们警察局 已经目前有下架了543者 那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在请同仁 在网路上继续的巡逻 然后如果看到这些类似的讯息的话 一样的把它下架下来 然后避免民众再上当这样 好当然除了我们的公部门的努力搜寻之外 我们的一般民众当然还是要特别的提高警觉 互相配合才能够让自己 就是免于这个被诈骗的对象 好那刚刚除了这个帮派扫黑 还有这个反诈骗之外 另外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第三个专题 就是所谓的行人安全的部分 那台湾应该有很多人不晓得说 其实我们被这个国际媒体CNN 评为这个行人地狱 那这样子的这个比喻呢 当然也引起国际非常高的关注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呢 我们的警方有没有什么样的作为 好 最近媒体也是报导说 我们国内有发生多起的一些交通 行人发生交通事故 那新人交通安全确实是我们需要去重视跟改善的 所以交通部这边也从3月31号开始 也从它如果行人不理 就是汽车不理让行人的优先的罚款的部分的话 它从新台币的2000元提高到3600元 那另外这部分我们也会有利用一些相关的勤务啊 还有一些集会的时机跟民众来宣导 那也希望可以降低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还有我们本分局也在一些平凡的一些 就是易造式的路口跟行人平凡穿越的路口 然后编排勤务加强取缔 那个不理让行人的一些车辆 还有一些行人违规 那路口执法我们并不是要处罚为目的啦 就是希望说我们驾驶人能够养成 就是行人优先的一个习惯 然后行人遵守行人穿越的时候要走穿越道这样 那一起来防治交通事故的发生 那除了刚刚最后您有提到 就是行人自己要注意的一些部分之外 针对于行人的部分 还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来呼吁的 其实就是行人就是要照我们的 号制跟标线来走 那也就是简单说就是要走斑马线 跟不要闯红灯 那就是如果没有走斑马线 或者说闯红灯发生事故的话 就没有我们所所生的一些帝网条款 那这个部分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还会依照我们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78条 会进行采除500元的罚款 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同僚要特别 也请我们那个民众要特别的注意这样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副作 来到我们的现场 不管是针对于我们的帮派扫黑 或者是反诈骗 以及我们的行人安全等等 跟我们分享非常多实用的讯息 那当然刚刚除了我们副作特别分享的之外呢 最重要还是要呼吁我们电视机前面 所有的市民朋友 大家一起来遵守 才能够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的美好 再次谢谢副作来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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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